虽然去年英特尔并没有推出能与AMD抗衡的新缠名 但从春节后的10代酷睿全线降价的操作中也可以看出 牙膏厂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毕竟性能不够降价来凑嘛 然而此前公布的11代酷睿也即将于本月等场 与此同时8个月之后 12代酷睿也将带着10nm工艺正式进入桌面段市场 这也就意味着2021年将会是英特尔最疯狂的一年 至于11代酷睿该不该买 12代酷睿要不要等 下面就关着超级客 来看看吧 作为英特尔最强对手的苏妈 用不着再多提了 其搭载Zen3架构的锐龙5000系列 依旧是目前的性能王者 即便是11代酷睿正式推出了 这样的事实恐怕也难以改变 毕竟现在种种迹象都在表明 11代酷睿将是英特尔史上最短命的过渡产品 首先是在制程工艺方面 目前英特尔已经确认 11代酷睿将会继续使用数名长达6年至久的14nm工艺 并且定位于旗舰级的i9-11900K 因为功耗限制的因素 规格会从原来的10核心20线程 缩减至8核心16线程 以此来保证更稳定的运行 不得不说 这波绝对是牙膏倒戏 另外虽然11代酷睿的架构得到了升级 其IPC同名性能提升了19% 核显升级至了XE架构 性能提升了50% 也会原生支持PCIe 4.0以及AVX512的新技术 当然这对于隔壁的AMD来说早已是用烂的技术了 当然话虽如此 并不代表11代酷睿就完全没有亮点可循 具体虽然i9-11900K的多线程能力不及上一代 但其单核频率最高可以跑到5.3GHz 游戏性能绝对也是遥遥领先的 与此同时 近英特尔首席性能策略师和层主技术分析师表示 如果配合全新的Z590主板 那么PCIe 4.0的传输效率会比AMD的5950X 配合X570主板快上11% 除此之外 根据目前CPUZ公布的测试数据来看 i9-11900K的单核跑分为716分 领先5950X 但其多线程跑分仅为6539分 比起5800X还要低上3.4% 难不成这就是传输中的高频低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11代酷睿只有i9-i7-i5系列 才会使用全新的Cypress Cove架构 而第一端的i3-奔腾赛阳系列 仅仅是10代酷睿提升频率的马甲版 另外英特尔还会在11代酷睿中 加入多个T后绝的节能版本 比如i9-11900T i7-11700T等 以此适用于不同场景 最后英特尔也已经确认 11代酷睿将会于北京时间 3月16日正式发布 3月30日正式开售 至于在价格方面嘛 根据德国零售商上架的信息来看 i7-11700K的盒装价格为469欧元 约合人民币3647元 相比于瑞龙7-5800X还要贵一点 所以想要购买11代酷睿的玩家 还是要考虑清楚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如果想入11代酷睿 请在公屏上扣个1 继续等待12代酷睿的话 请扣个2 那如果还想留学更多殷勤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ay强 我们下期再见